黄瓜炒鸡蛋到底是先炒黄瓜还是先炒鸡蛋呢 许多人呢都搞不明白 今儿呢教你它的正确做法 一起来看一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将黄瓜的头尾去掉 接着像视频中这样打斜切成均匀的小块 黄瓜里含有不少的水分 如果实在不想喝水 吃成一根黄瓜也是非常不错的 再将黄瓜一字排开 切成稍微厚一点的片 这样炒出来的黄瓜不容易出汤 而且呢还能保持它清脆的口感 把所有的黄瓜都切好后 装入盘中待用 接下来碗中打入三颗母鸡蛋 撒上少许白胡椒粉 搅拌均匀 把鸡蛋搅成蛋液 搅得越均匀越好 之后再加上一点点食盐 加多了容易偏咸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些小料 大葱少许 先切成条 在顶刀切成葱花 切好后装入碗中 少来一点大蒜 切成蒜片 和葱花放在一起 给这道菜配个颜色 准备一半老少街仪的彩椒 将它打斜切成菱形片 切好以后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把锅中的油烧得热热的 倒入调好的鸡蛋液 转中火用勺子来回推动 来回翻炒 让鸡蛋受热均匀 喜欢老一些的可以多炒一会儿 喜欢嫩一些的 把鸡蛋炒至定型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不用刷锅 再补上少许油 油热下葱蒜 再下入彩椒 切好的黄瓜也搞里头 开始大火翻炒 炒个二三十秒就可以了 把黄瓜炒至断生 炒好后加入少许盐 再来上少许味精 一般我们炒素菜呢 尽量呢要淡一点 炒咸的话没法下嘴 翻炒均匀后下入鸡蛋 把里面的食材翻炒均匀 朋友们视频都要看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 对您有帮助的话 麻烦您伸出您发起来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支持 翻炒均匀后 就可以装盘上桌了 这样一道大人小孩 都能接受的黄瓜炒鸡蛋 就做好了 做法简单 营养美味 好吃又下饭 看上去五颜六色的 也是非常的有食欲啊 满分一百的话 你会给这道菜 拿几分呢 点击我的头像 还能看见更多的美食视频 关注我 让你天天做好菜